全球现场一起来关注 美国德州小学的枪击案 引发了警方延误攻坚救援的争议 更多内容请真容来告诉我们 好的 早安 全球现场时间 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的是 美国德州尤瓦尔迪镇的这一所小学 24号发生了枪击案 失身21个人死亡 现在警方就被质疑说 他们反应是不是慢半拍 因为到了案发现场 居然空等超过一个小时都没有作为 而德州的公共安全部 日前也承认说警方的决策错误 现在美国媒体也起底了 当地的当天这个现场的指挥官 阿雷东多 他最近是在地方议会的选举胜出 而下周二也就是死者投期的 这一天他就要宣誓就职 其实他在去年才刚刚完成了 一门应对枪手的课程的训练 但还是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因为根据了解 枪手当天是早上大约是 11点30几分的时候进入校园 而他就把尸身锁在这个教室里头 来开枪扫射 警方其实获报后 案发两分钟后就到场了 但是指挥官却认为说 枪手因为他是把自己 困在密闭空间里头 不属于说是活跃的状态下 所以没有立刻要求攻坚 还要求远景去等待去拿钥匙 受困的学生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多次打911来求援 而远景持续也听见的枪响 但是一个多小时都没有作为 最后还在案发的77分钟之后 警方才进入教室 击毙枪手 而现在犯下整起恐怖 屠杀事件的枪手 他的母亲也接受了CNN的专访 表情是非常的激动 不断的哭泣 但他说他相信他的孩子这么做 是有原因的 也他也希望说 死者跟死者的家人 可以原谅他 我没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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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想法 我没有想法 他有所谓的事 他有所谓的事 你不要理解他 我只想要死者 死者的死者 我可以解释 你什么说 他们的家人 我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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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所谓的事 他怎么能有的原因 他有什么理由 他可以接近 那些孩子 以至于要注意 其他生命 我没有言 我不知道 美国接连是传出多起 重大规模的枪击事件 而现在西维吉尼亚州 当地时间25号晚间 也发生了枪击事件 有一名37岁的男子 居然是因为说 他不满被劝阻 要减速慢行 于是他就持了他的AR15步枪 朝参加派对的人群来开枪扫射 还好当时有一名女子是非常激紧的 也掏出了手枪将男子给击毙 而后来警方调查之下 发现说这一名犯案男子 根据规定他根本就不能够 合法的持枪 因此他用来作案的这一把AR步枪 到底是从何而来 现在也是一个疑点 还在调查当中 但是这当然也是凸显了 美国枪支泛滥的问题 而现在美国总统拜登 他日前在出席德拉瓦尔州的 毕业典礼的时候 他再度提到说 近日就会到德州 跟受害的家属来会面 而他也誓言说 要打造一个更安全的美国 要所有的人民都必须要坚强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o bury their children there's too much violence too much fear too much grief let's be clear evil came to that elementary school classroom in Texas to that grocery store in New York to far too many places where innocents have died in the face of such destructive forces we have to stand stronger we must stand stronger we cannot outlaw tragedy I know but we can make America safer 再关心是猴豆的疫情 现在可能是进一步的扩大了 墨西哥卫生当局就通报说 当地出现感染 猴豆病毒的确诊首例 而这名病例 是一名50岁的美国居民 现在人是在首都墨西哥市 来接受治疗 至于拉丁美洲的第一起案例 是发生在阿根廷他们27号 通报说 境内出现了两起 猴豆的确诊病例 现在世卫的专家27号就表示说 要及早进行防范 根据路透社报导 世界卫生组织在考虑说 要不要将猴豆列为 是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多名的传染病专家也呼吁说 世卫跟各国政府都应该记取教训 不要犯下新冠疫情 爆发早期的错误 猴豆现在目前 有在20多个国家出现了病例 再看到的是这个惊险的画面 就是奈及利亚哈克特港的一个教会 他们周六的时候 是举办了慈善的活动 是发放免费的粮食跟衣物 要给民众 但是却没想到 美式一桩却引发了踩踏事件 造成31个人死亡 当地警方表示说活动是早上9点开始 但是凌晨5点的时候 就有大批的民众去排队卡位 后来有人干脆就是破坏门锁 冲进去了会场 发生了踩踏事故 造成31个人死亡 现在这个慈善活动也因此而暂停了 而持续关注的是 俄乌交战现在三个多月了 双方还是持续在乌东地区 这边来进行缠斗 俄军宣布是拿下乌东主要的一个 铁路枢纽城市立曼 俄军同时也是大袖军武 成功试射了告石极音速飞弹 而现在美国也考虑说要提供乌克兰先进的远程火箭系统 由于说这个射程可以达到俄罗斯 因此一旦真的是军援的话 恐怕这个冲突又会再升级了 俄罗斯在乌东陆续有斩获之际 再度大秀军威 成功试射告石极音速巡异飞弹 射程约一千公里 俄罗斯总统普丁称告石飞弹 是俄国新一代无与伦比的武器系统之一 行进速度可达音速的九倍 而俄罗斯国防部周六宣称 已经拿下乌克兰东部城镇 同时也是主要铁路枢纽的利曼 乌军坦承遭到挫败 但是正全力阻止俄军向其他地区的挺进 尽管乌军顽强抵抗 但是俄军似乎要全面掌控 顿巴斯地区当中的卢干斯克州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坦承 情势非常的严峻 而外媒报道 拜登政府正准备提供乌克兰先进的 远程火箭系统 包括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这是乌方提出的最高要求 由于远程火箭可以发射数百公里的炮弹 甚至可以直接打击俄罗斯本土 因此一旦成真冲突将会有升级的风险 记者综合报道 你买雾化器会送你水神 那么家里面八坪以上的 五到六坪的或是小坪数都有不同的选择 它的雾化时间 大概从四个小时到八个小时不等 怎么买快点够 QR Code 扫一下 记得帮我输入 CTI 285 这是我们辣碗报的团队代码